大家好,我是銀河 我是銀河 我們現在人了又來到了台南 沒錯,我們又來到了台灣的美食之都台南 那這一集呢,我想要來一點不一樣 這一集我們要來拍台南超強便當特技 你其實很喜歡吃便當對不對? 我沒有知道喜歡或不喜歡 但是你很常吃便當 方便 大家有跟我說過,他全盛時期一口氣可以吃一下 三個弗龍便當吃完之後洗個澡 可以再繼續吃兩到三個 中間休息一下,總共可以吃到五到六個 對對對 然後我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啊 台南很瘋欸 台南竟然有整理一個便當排行榜 故意先整理出來讓我們去巡禮的 哦,原來是這樣子 反正這一集呢,就想要來大家去吃台南好吃的便當店 那我們最後的話,都是趕快出發吧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家家成便當 這一家我買的是它的蔥燒排骨 據說它這個品項啊 如果你沒有在剛開門 你就去買的話很容易就被買光 容易秒殺的品項 然後它便當買完之後 你可以去旁邊裝它的那個紫菜蛋花湯 這個是85塊 不便宜啊 不便宜,但是也不會太貴啦 我剛才就順手吃了一口它的那個高麗菜 好吃耶 欸,其實看起來超好吃耶 嗯 看起來超好吃耶 不錯,那個肉真的不錯 嗯 這肉超爆好吃耶 真的 這那麼已經可以用筷子把肉 很像是我們會吃到外面那種 那個腿褲飯或是空肉飯的那種感覺 它那個飯看起來是偏黏的那種 飯還好 飯還好 飯反而沒有match到它的菜 如果飯有零 它的那個乳汁就完美 如果它有零的話 我會覺得它飯黏黏的 我覺得沒差 它這個 是軟骨耶 好讚喔 嗯 然後你吃過它的菜 它的菜也很好吃 它的菜很鮮嫩 然後脆 有用心的菜 然後我夾的是高麗菜 榕區菜跟苦瓜 苦瓜也很好吃喔 它這個便當裡面唯一普通的就是白飯 其他都很優秀 我覺得便當店很重要的 並不是主菜而已 而是它的配菜很重要 配菜 對 因為配菜的好吃程度 會影響到這個便當的價值 會覺得它有沒有用心 但是我不得不說這個主菜是真的 太優秀了 會買它的主菜去買別人的配菜 不會啊 它的配菜也很好吃啊 它這個是整個你一咬 它就直接化開來 然後那個甜鹹適中 濃郁的肉在嘴巴化開來的滋味 比你家加成便當就非常的厲害喔 4.6 OK 4.6 很優秀 這一家叫做 雙好香港燒辣 這家其實就在加成的附近 走路沒幾步就到了 直接PJ 沒錯沒錯 然後我們點的這個呢 是鴨腿便當 看起來超級爆炸好吃耶 聽她說這應該100塊 它也是秒殺等級的 這個價位跟台北就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它量很多欸 你說腿的部分嗎 對啊 我吃看看 好 先吃它的肉 嫩啊 肥脂脂的嫩 但是 我會覺得它就是一般的燒辣便當 隨準往上一些一些的燒辣便當 乾脆吃它的肉的話 沒有讓我驚豔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菜沒有加成好吃 我可能啊 今天我想吃燒辣的時候 我去買它的肉來吃 但是我不會買它的便當 吃肉是可以的 它肉是水準之上 但是 就便當來講的話 它整體的分數啊 就是沒有那麼高 首先我剛剛打開了便當的時候 我就超級驚豔 就是它的視覺衝擊是很足夠的 你看它這個充嚴給的超霸氣的 它切得超粗欸 說真的它的鴨腿 可是說到非常的香欸 它的鴨肉味蠻重的 但是它沒有那個鹹香味 色香味俱全 它每一個都差那麼一些 因為我們家附近 我們有一家很常吃的燒辣 我們吃過它的鴨腿 其實非常多汁 然後很鮮香 我跟你講它的鴨腿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每一頓吃起來的滋味不一樣 下次我們再拍人家給大家看看 但是就論這一家 我覺得它的鴨腿 比較偏中規中矩的味道 然後它這次的配菜是有 孫子 白菜 喔 這是什麼的嗎 童地豆 嗯 童地豆跟麵筋好吃欸 它旁邊啊你可以自己撈湯 它的湯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嗯 它的湯是 番茄蛋花鴨醬 我自己撈起來是覺得蠻香的 然後我只要買燒辣便當文 定一定會再單點肉 我另外用它點五十塊的叉燒 跟五十塊的脆皮 然後我們家的脆皮啊 叫做火肉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老闆他剛出一叉燒 他直接從那個爐子裡面 拿了一串叉燒出來 看起來超好吃 嗯 可是我們吃到的很不一樣欸 我覺得蠻好吃的 而且它的肉好像有點不夠 脆皮 脆皮老闆吃不在大概 滿分尺 跟我給它大概七點八分 嗯 還不錯 皮夠脆 肉的話 有juicy 我覺得再加它整體而言 我覺得偏可惜欸 因為它其實 看得出來老闆很用心 我覺得它有點匠人的感覺 看它在切那個肉的時候 嗯 然後但是我覺得它的那個肉啊 小可惜就是不夠多隻 3.7 夠給3分 不是因為它不好吃 我們給那麼低分 是因為我們可能 對於它的期望很高 它的那個脆皮燒肉 我可以給它4分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看看它的脆皮燒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我們 可利家的嫩米飯 我們會來這家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吃過它就飽 它宅配到我們家那種 吃完之後我們覺得超級好吃 超好吃 然後呢今天來到台南 我們是要拍便當主題 剛好我們也知道說可利家 就是在台南發起的便當點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來吃吃看 我們會點的是它的 紅燒嫩骨便當 一碗嫩骨飯 然後跟三釀菜 因為我已經吃過這羽包 今天很好吃了 所以我不太確定 我很害怕 萬一它的那個實體 比這羽包不好吃怎麼辦 欸 不會啦 實體現做一定更好吃 嗯 還是這個味道嗎 嗯 我覺得它的便當的味道 比嫩骨飯吃起來的口感 口感還要棒 喔 果然新鮮的最猛 跟奶油一樣耶 超好吃的 大家會想說嫩骨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豬軟骨 它是骨頭喔 但是它被燉到 直接在你嘴巴裡面滑開 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很像在吃一塊奶油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的鹹度啊 比料理包還要重 它的味道是真的非常好吃的 然後它又不會說 你也會吃起來很討厭很膩 但是它吃起來很香 很開胃 很開胃 你這樣子的話吃到爬飯 是非常對的 它的嫩骨是你直接用筷子 你就可以把它掐開得很軟 這是超級阿嬤家的味道 它這個嫩骨 它中間那個透明的地方就是骨頭喔 它已經完全燉到已經軟掉 化開來了 你看 你看 超有膠質的 是嘴巴會有一點感覺 要黏在一起的那個感覺 這個啊 如果你是老人家小孩 或是帶牙套的人 你也可以吃 要吃它的配菜 它的配菜的話我選的是 沙茶高麗菜 紅心菜跟豆芽菜 欸 阿嬤家的味道 對 奶配菜好吃欸 它那個沙茶高麗菜吃起來很像 你把它放到那個沙茶鍋裡面煮的感覺 那大家一定想說 這麼好吃的嫩骨飯 沒有空來台南吃不到怎麼辦 各位沒關係 可依現在嫩骨飯有出冷凍包裝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個縣市呢 你都可以吃到超好吃的嫩骨飯 那他們的冷凍包裝啊 有紅燒口味 清燉原味 跟這個藥膳口味的 三種口味都超好吃 它可以拌麵啊 拌飯啊 當火鍋湯底啊 或是直接加水稀釋變成嫩骨湯 自己還會煮粥做成湯麵 或是加餛飩加水餃 完全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調味 就超級好吃 它是屬於台南有點偏甜口的味道 但是又不會過甜 那它加熱的方式啊 你可以隔水加熱 或是直接倒出來用微波爐 或是直接倒到鍋子裡面加水稀釋 加熱都可以 像我平常在減肥啊 也可以吃這個喔 而且還超級方便 我就會直接拿一包這個冷凍包裝 然後讓它解凍 加水 然後再加青菜啊 肉片啊 豆腐啊 菇類啊 就會直接是一鍋超級好吃 又營養滿分的嫩骨鍋 它現在完全是我冷凍庫裡面的常備品 而且原本我們家是一大箱喔 現在已經剩下這幾包 就是為了要拍給大家看留下來的素材 我自己也是要等著我的團購開始趕快補貨 那因為我們全家都超級愛 袋袋啊跟袋爸啊 每次都可以吃兩大碗飯 然後連口味非常挑的袋媽也都讚不絕口 我們第一次吃到它的那個嫩骨的時候啊 驚為天人 因為是直接在嘴巴裡面化開的那種很像果凍 一開始吃的時候你會以為在吃驚 但不是 它是嫩骨 它是已經燉到整個軟掉化開在你嘴巴 是連老人跟小孩都完全可以吃的那一種 那這個嫩骨會那麼好吃呢 是因為它有精選加拿大大廠的豬軟骨 再加入鹽米酒人參熬煮而成 即使是清燉啊 它的口味也是非常的鮮甜美味 而且它經過長時間的熬煮 那個嫩骨啊已經吸收所有食材的精華 每一口都是鮮嫩又鮮甜的味道 低溫激素-18度C冷凍的方式 鎖住每一樣食材的新鮮 它冷凍保存的話是40天 紅燒嫩骨我常常拿來做紅燒嫩骨麵 只要燙了麵線然後加熱紅燒嫩骨 把它加在一起吃就會變成紅燒嫩骨麵 超級好吃超級夠味 那清燉的嫩骨呢 我常常把它用來當作火鍋的湯底 因為它是最百搭的 那藥膳嫩骨呢我很常拿來做粥 因為我覺得藥膳粥非常的好吃 然後再加上它入口即化的豬軟骨 真的超讚 有一種很補身體的感覺 那這次蛋尼塔跟可麗加嫩骨飯呢 重磅團購來了 我們可是現在網上為數不多 有開團嫩骨飯的youtuber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團購限時一周 你只要輸入我們的專屬折扣碼 一定要輸折扣碼 就可以享有團購價 那他們冷凍包裝呢有出三種size 最大的是800克的 800克的話就是有清燉跟紅燒兩種口味 大包的話我覺得大概有三到五人份喔 量是非常足夠的 然後小包裝的話就是200克也是清燉跟紅燒 藥餐的話它就是只有450克的這個size 價格都不會很貴 這一個800公克裡面 嫩骨肉超爆多 竟然只要250塊 我都覺得 買料理包 去現場吃還要划算 大家通通買起來也吃過絕對會想囤貨 沒有吃到絕對會後悔 反正嫩骨肉真的是非常的百搭 大家一定要嘛 跟你們講 你們買了絕對不會後悔 而且會一直要求我再開團 你們一定會想要補貨 那詳細資訊大家可以點開底下資訊欄 我也把團購連結都貼在下面了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喔 OK那我們就繼續來看這集台南便當特輯吧 各位剛剛啊我們在吃燒辣便當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停在路邊嘛 發現前面怎麼有一家的排隊 然後我一google發現它也是一間便當店 但它賣的是什麼便當呢 它叫做惠比壽壽司便當 它賣的是壽司 各位 冷的嗎 冷的 唉唷 不錯 冷的就加分了 據說它是一間算是蠻繞的店 是店小小的 然後大家都在排隊耶 受不了 受不了 我們點的是鮭魚壽司 然後跟這個兩個花壽司 你剛剛下去至少有快約30分鐘 這超有飽足感的 好吃耶 它有一個莫名的魅力 它把壽司 知道為什麼做得很有彈到我們嗎 它中間那個蜂蜜啊 是有點像酥鮭酒的感覺 沛江吃超對的 它的飯其實給的很足 但是它的飯又很好吃 所以你不會覺得吃起來很不舒服 很開胃 超開胃 吃到這個醋飯會讓人家一口接一口 嗯 花壽司 我剛剛有去的時候看到它在做花壽司 它真的是匠人 它動作非常慢 一樣一樣放進去 有那種慢工出細火的感覺 嗯 它的花壽司有夠巨大的 嗯 超香耶 超甜 而且我很想它的飯耶 它的飯是有黏性的耶 真的喔 然後很Q 這家很意外耶 OK嘛 而且這家 我是看到某一個評論上面寫說 走過路過絕對不要錯過 4.5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這家呢 哈蜜瓜製作菜 沒錯 它就像哈蜜瓜 到底跟哈蜜瓜有什麼關係嗎 因為它是影片嗎 因為它是影片嗎 喔喔喔喔喔 不要吃 海瓜 對 就是那個 反正這家呢 它是我在做公司的時候 找到台南便當牌 超級棒裡面的第一名 超過第一名的原因 據說吧 據說是為了它 炸的非常的划算 我們點了一個雞腿便當 這樣其實是85元 感覺很划算喔 我們在台北公 單點一隻雞腿就要65包 欸 而且現在下午3點多 然後人超多耶 吃便當怎麼可能不吃炸雞腿 嗯 等一下看一下 嗯 很香對不對 雞腿喔 雞腿喔 雞腿啊 很香 然後很羞欸 看起來很有味道 嗯 而且它皮是脆的 嗯 它真的是脆皮雞腿欸 黑菜的話我選高麗菜 豆干跟蒸蛋 蛋白質很多的一餐欸 吃吃看它的高麗菜 中規中足 沒有像超精品 但是是好吃的 但是呢 它的菜吃起來都蠻新鮮的 它生意好 所以那個流動速度很快 生意好也很重要 因為菜不能放太久 對對對 蒸蛋也很好吃欸 我發現台南的便當啊 大部分的白飯 它都不會再另外零度汁或是什麼 都是屬於乾的 乾的 嗯 然後麵蛋白飯算是蠻好吃的 那我這次來台南吃這麼多便當啊 就讓我信心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還好都沒有那種甜的便當 然後各位一定要加它的辣蘿蔔 辣蘿蔔配飯超讚的 我看網上也很多人會推它的糖醋雞丁 糖醋雞丁飯一碗 欸一份的啊就是飯 它那個腔水腿還一般 有超多汁的啦 很好吃欸 我今天已經吃了那麼多便當下來 它還是可以讓我覺得很驚豔 我認為它這間哈密瓜 它沒有配對它第一名 那第一名的這個稱號 它的第一名是很多很多原因 包含它生意好 然後它的流動快 地方可能也不錯 價格 價格也不錯 價格才色 然後東西新鮮 對很多原因加總在一起還變第一名 它命關就是一間綜合分數 綜合評分很高的一點便當店 四十年輕 我可以示範了 好啦各位我們吃完了好多家的便當 我覺得這種越是平常 我們一吃到的東西 越要看它的細節哪裡 沒錯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集呢 拍了非常多種不同種類的便當 大家真的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來選擇一下 大家嫩骨飯團夠一定要團起來 那真的是超級好吃的 非常有特色 憑經濟又實惠又好吃又簡單 除了嫩骨飯之外啊 其實我這一集我也很喜歡哈密華跟嘉誠 我喜歡的是嘉誠跟壽司 啊壽司 壽司也很特別 好啦那不知道你們看完這一集 最想吃哪一家 歡迎留言在底下跟我們說 那今天這集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希望今天點了沒有分享 還喜歡我們的IG跟Fanxs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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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